来看看许美静最近的演唱会就很麻烦了 就说气唱 来看看他下面不同的东西 这里看一看他的近照完全不同了 样子好像是发幅了 有一些女人会是这样的 有一个歌手也是 有一个台湾歌手也是 他不断要用墙头遮住自己的臉 穿一些很蓬松的衣服 后来为什么会这么胖 那个免得说谁 大家知道就知道 很多的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同了 而不是关心他人 现在演唱会 闹吹风波就是气唱 下面总一再说 而肥妈也近期在他自己的平台 说到演唱会为什么 有些歌永远不唱 是吧 在唱会有利永远听不到他唱 什么一身不追省 原来首先是牵涉电影主题曲版权 因为很多时候版权不是歌手去定义 是 是公司的 是唱片公司的 版权通常落在唱片公司 所以有时 之前有一个歌手也是 跟旧公司反面 一轮不让你唱 以前在我们公司的歌 变了很多名曲唱不了 但这不关他没剩的问题是 只不过可能有人问到 他就说一说 不是你想唱哪首唱哪首 想听的为什么会听不到呢 就是很多原因 然后 肥妈 通常会唱自己成名作 但是现在我们最关键回来的就是 这个许美静的 那个show 那些人骂到瘋了 就说 他 半小时的 就唱了五首歌 原定两个半钟的长度 你想想两个半钟 你在拖时间 怎么拖都拖不行 别人唱二三十首歌 你唱五首 坊间就很多不同的 那些猜测 他又不像是病了 原先有一些安排 他们 可能暗瓦底有一些安排 但可能 又怕触犯祖国的 管车 不准假唱的 可能怕 又有些假唱 所以最后只能唱五首 还是怎样呢 有些人说 是否这么大顶帽 你觉得那些粉丝真的会接受到你五首歌 又不像是病了 你说没有准备吗 又是 说不通的 演唱会没什么可能 听过有人说没有准备的 结果这些粉丝 就是 就是 气得爆 还要更离谱 就是唱唱唱 他给 麦的 乐手 去唱一份 自己 直接 站在 等收钱 这些粉丝 那是原定在 5月25日 之后的一个武汉站 也是要宣布取消 当局是介入了的 而原本这个五台山4月20日 那个梦见 许美静现在真是不方不梦见 发过噩梦 大骂 有一个歌迷说 你的灵魂以迷失了方向 他在台上唱 这些是乐手唱的 直接离大谱 以为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 骗大陆人 当然不是 大陆人你一跟他说钱 不肯过你的 香港人都仍然 随便当买个教训 大陆人不会跟你买这些教训 你骗他钱 真是围着你都还可以 那庆幸最后都没有事 未有去到 有更进一步的骚乱 始终他们又要 顾忌 国家的法律 但是 在可以去 申诉的权益底下 都是去到最尽 被 被指控是一个短暂亮相 和 弃唱 这个问题 引发南京市 第二 文化综合 执法总队开始 行政处罚调查 介入了 第四首歌 给你唱一下 自己就直接不唱 虚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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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初步的 我的推断就是 从他现在的样子感受 为什么好像 变得不知怎样 是不是 里面 思想都比较混乱 想到一边 还是想多了 这个真是不知 很初步 但是一个迷来的 坊间很多 不同的传册 但是内地就罵到瘋了 微博那些罵到不得了 原定两个半钟 他开口唱 只是仅仅三十分钟 五首歌 一度就交了一支咪给乐手唱 经理人也出来跟观众互动 是不是发情绪病 这个又不得而知 许美静 总之我就觉得 现在的许美静和我们 他那时唱《倾城》 许美静差很远 这件事很不可思议 即场已经怨声在道 不是等你结束了 即场已经又哭 叫回水 当然他们叫退票 这个下面的片主 现在又让这个弹电子琴的这个人再唱 真是厉害的 真是厉害的 这些歌也给了恶手唱 自己也不唱遗憾 他本人 开唱唱不到 十首 其实是五首 那些人说 粉丝即场就已经反去桌 不停起控 中间亦都尝试是 玩互动拖时间 拖了整个钟 而更加离谱 就是 玩互动 请了一些举手的观众 那些志愿者就上去 然后 亦都被质疑 这些就是他们自己有 即是一些妹 预先安排在下面坐 一举手就上来 配合地玩 拖时间 那究竟是什么事 准备不足 自己发情绪病 还是有一些 安排之下 最后 衡量的风险 都不要教了 譬如 假唱那些 所以 最后就选择这个最坏的 一个方案 这里 在场 好了现在全场哭退票了 美斯 美斯 美斯没出场 也是叫退票 但是他 更坏 你出了来 然后不唱 看看大家怎样理解 全场不停叫退票退票 而这个 片主 互动了一个小时 他说 一路走 一路拍片 一路罵 还要去到结尾的时候 演唱会 许美静甚至是没有唱歌的 直接把米高峰 对向观众 给他们唱 一让乐手唱 一让乐手唱 然后自己是弃唱 然后 结尾 给观众唱 但是观众 不跟你唱 观众 回应 就是退票 怒敲退票 真是 很离谱 许美静 你猜不到 现在 很荒诞 有些新闻 很多 颠覆了我们 超出了我们 可以常理理解 又说他一直整场 在那儿 叫后面那些乐队 的成员 就是 给他们唱歌的意思 看回南京 南京市文化旅游局 收到投诉 说 相当多 唯有 有个介入调查 不过他们 开放了后门 就是说 最好都是 观众 跟他们的演出团队 就是4466拆备 达成协议 他们都是 公事公办 最好的解决方案 都是观众 跟演出团队 搞定 最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退票 你退票 以后 bad list 不用玩了 整场演唱会 唱不到十首歌 管理部门 就是说 按照办事 观众能不能得到赔偿 都是要 跟那边沟通的 观众们 演唱会主办方 也会不会被处罚 要看看 最终的调查方案 调查报告 是否有违规 还是怎样 他这样 又有数据说 现在他可能是被假唱的指控 就是 被国家指控 很大事 现在就是被你网民指控 就算了 可能 不知道 是不是没什么练歌 还是有些情绪不同 就是练不定 准备不足 唯有假唱 播放 带 但不是 危险 被人发现 国家 做事 不如 嘻嘻唱 我唱到五首 很多这些 是揣测 亦有些 是否情绪病 大家又看看怎么看 几难以想象 唯一我自己会觉得 比较 倾向合理逻辑 就是 他可能不敢假唱 准备不足 就只有两个方案 一 播声带 真假的混合唱 害怕 因为 被国家一触 可大可小 唯有 两害 取其轻 就是 是唱 不是没有唱 有唱歌 乐队也有唱 我也有唱 又有第支咪互动 然后 中间又有些 现场观众玩游戏 是不是又走到一条线 转回来 这个也是留待大家去探讨一下 所以 这个许美静 真是你猜不到 也会这样也有 我觉得 都结合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是很初步 在表面 评测评 评估 看看大家怎样看 留着一字 看看你对这宗 对这宗新闻有什么看法 今集来到这里先 许美静 那儿 我 我 感谢观看